尽过千亿媳妇许子齐,林夏威全面停工专心生逼。不一个奖一矣。老公熹到龙。 2015年林夏威秘嫁隐型富豪莫赞生,Jason,婚后老公疼到上天,住进市值15亿山顶独立屋诱惑老公支持投资千亿食店,不过林夏威并没有专心的做少奶奶,反而继续为TVB开剧。 莫赞生大林夏威15年,二人一直有倒逼计划,不过只是口头上说说,老婆不及老公及。 有指去年底林夏威收到老公的最后morning letter,要尽快为墨加季后相登,胜传生一个奖一役。 林夏威终于答应拍完十二传说就停工等专心遭人计划,刚踏入30岁的她身体机能还行,也有看中医调理身体,有望一击击中。 林夏威还没生孩子就有车有楼,如果伟人母后肯定奖金奖品一起来,莫加金普罗正宗行住金所持出事。 林夏威与父就岳父,有纸昏厚口袋纹纹有料米家用,还有车有房子握在手里,现在与老公住在山顶独立屋,得空就自己家的游艇出海,生活血液。 不过莫赞生经常非外地工作,一个人住那么大间屋子,是时候为独立屋天的小主人。 据知林夏威老公婚后很心急想生孩子,不过见老婆事业刚有起色,她也愿意让步,不过年纪越大,生孩子压力都越大。 知情者透露,Jason很喜欢小朋友,不过她更疼薇薇,结婚时薇薇都只是28岁,她说想再拍多几年戏现在生孩子,因为做了妈妈所有事都要移载女行先,再加上这两年开了多兼实店,想等生意上了轨道先,Jason唯有等卡。 不过南方家人不停给压力,薇薇就说还年轻,但Jason已经45岁,而薇薇见到身边姊妹个个都生完,也终于开始动摇了。 去年6月薇薇30岁生日,Jason在游艇和她庆祝生日,当晚他们说好了未来一年要努力找人,Jason好兴奋好期待,说必有奖赏,等薇薇拍完手上最后一套剧就会。 就开工,近日他们就会去外游,relax一下换个环境和心情,希望好快就有好消息了。 为了一击击中,林夏威近半年不停运动自己,时刻保持最佳状态,两夫妇不时在独立屋内的自家健身室做运动。 知情者说,之前薇薇一路拍剧搞到身体好很差很长生病,现在剧终于杀青,她就每天做运动和看中医keep着调理,两夫妇还一起去做身体检查,大人健康,生出来的baby也就更加健康了。 结婚两年版,林夏威与莫赞生仍像热恋,虽然因为工作不是经常见面,但二人都珍惜相处的时间,不时为日常生活增添情趣。 早前本刊记者直击夫妇二人 由司机接送到中环,林夏威去发型屋,莫赞生就到附近监光等老婆,二人甚有默契。 嫁入豪门非意识,要同富豪老公奖心又奖金就更加难,不过林夏威两样都做到,现在停工生逼,老公还给奖金,一亿都当散钱,绝对是人生大赢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